我有一個女朋友,她有點特別 她是一個博士生 同時又在一本移動的百科傳說 寶寶寶寶!!! 剛剛新聞友說,今天有流星宇要看 我們一起去看吧 順便去個園吧 流星宇是水於宇宙運城 她是醉落有機會破浪行天氣 甚至乎傷道人 況且,可能流星宇宙根本是沒有用的 她只是一個自然的 所以你快去讀那些書吧 那我去這本海抽行看看 寶貝 今天是雙十一 你有沒有什麼事上賣 我幫你賣單吧 在經濟學來說 雙十一根本就欺負不了什麼 它是一個激勵機制 利用家家啟示和未來消費 來製造一個傳媒購物的環境 你這些只不過是揚懷心理 那我12號才買 就是這樣 它無時無刻都在我面前跑雪爆 最過分的是 連這些時候都不放過 寶貝 你這招新招式厲害嗎 其實我不建議你用這個姿勢 這個姿勢難度那麼高 對於體力和成熟力都一定有要求 你平時有這麼少做運動 其實不夠兩分鐘 你已經開始累了 不是啊 認得信 我建議你也是用平時的姿勢 而且你不用特地分散主義力來延長時間 多一秒 只有一秒 終於 我真的忍不住 決定要跟他分手 我有話要跟你說 說吧 我們分手吧 我受夠你了 你每次在我面前跑雪爆 甚麼都是你對的 一點情趣都沒有 我頂你不順了 再見 在你走之前 我有話要跟你說 你愛我 不是 我幫你分析過了 你樣子壞 沒錢 性格惡劣 以你今天的條件 如果還想找到另一個女生的話 機率應該還比你直接去搞機 所以我有個提議 剛巧我找到一個可以跟我交配生育的伴侶 而我目前的工作身遂偏高 生活也沒有壓力 所以 所以 你想我吃軟飯 是呀 你當我甚麼人呀 即是你認識我這麼久 你覺得我真的會不願意嗎 終於 我在我博士女友身上 找到一條屬於我自己的路了